哈囉大家好這次的話來試玩這款遊戲 龍魂創世 完全不馬虎一進來 直接送你一隻角色叫做李崔 為什麼是李崔 一開始應該先來個妹子啊 哎呀張心彩 VIP1解鎖二倍數 簡單又直接也沒有叫你什麼 要升滿幾等啊 要破到哪一個關卡 簡單又直接喔 VIP1才能解鎖二倍數 一鍵上陣進來 跳過喔 喔新手教學算是相當的快速喔 拿到黃蓋 進行掃當 第三關一線上陣 前面步驟都是一樣的 那我估計 喔 VIP 任務 那個VIP任務是這樣 全部假例後啟動VIP啦 這樣還算是 挺有良心的呢 是不是 是 好啦張心彩 升到29級 直接進階啦 一件裝備 校淵也可以啊 四星而已喔 有沒有什麼開服獎呢 沒有什麼開服獎勵耶 哇 欸 哇 沒東西了耶 可以跳過耶 一天好像有跳過上限 好爽喔 不用啦來啊 你不是要那種破關嗎 硬要把我導演再組成耶 啊好像一直在扣我的免費次數喔 不過 基於挑戰精神 所以我一路破下去 看有沒有送什麼失聯抽之類的 啊 第一章被我被我跳光了 鎖除 小喬 五星的喔 小喬 小喬我要怎麼把他關掉耶 七天送關羽 意其當千 哇 一百關我剛剛有看到 這次獎勵還算是OK啦 就是開服 沒給什麼東西的樣子 沒給什麼東西的樣子喔 摩拜 再跳 下手 線上禮包 哦 三個小時後會給你五連抽啦 好 詢問了Facebook小編以後 點擊左上方的頭像 兌換禮包 nice 這樣就開服好禮囉 LVEDS的樣子喔 好 就是這樣 哇 這個是什麼開服好禮 我有沒有看錯 欸 50抽耶 那 還不開抽 喔 5星 一個5星 喔 張飛 蔡溫姬 欸 10連必中5星的樣子喔 周瑜 黃月鷹 欸 這樣子還不錯耶 哇 你看 這些角色 這一種星術 我甚至不用升級啊 什麼叫做大金鴨制 五星陣龍啊 五星陣龍啊 來看一下五星陣龍 怎麼虐待他們啊 好啦 我大概來簡單的講解一下喔 如果你對這一款遊戲 你還是在觀望期的話 你初期刷關卡 直接用跳過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背書VIP不用擔心喔 你只要做任務就行了 然後 進來 左上方 當你拿到控制權的時候 左上方 你就可以去進行輸入序號 L-O-V-E-D-S嘛 就像我之前前面這樣講的 給你五十連抽 開始刷喔 刷你喜歡的 刷你想要的角色喔 五十抽抽完以後 你就可以開局了 那如果你還有參加官網的 預先登入活動啊 他是中午過後會 陸續發放序號 但是他那種 事前登入 的獎勵序號啊 就是一個帳號 只能一次而已喔 好啦 我現在不再P1了 那我就 可以啟動加速了喔 所以整體雖然是 遊戲畫面 雖然是做的 稍微普通一些喔 不過 我還是對於 開服這個好禮 我覺得 還是要給予肯定啦 還算是不錯 好吧 遊戲就尖端體驗試玩到這邊了 那我是覺得 在 開服體驗還算是OK啦 還不錯 大家掰掰